大家好,歡迎來收看表演趣有什麼之音樂劇篇 今天呢我們來跟大家分享的我覺得在音樂劇裡面 你覺得其實必然要出現的,但是好像特別可以拿出來講一下的事情 叫做Dance Number 沒錯,就是我們在看音樂劇的時候呢 有時候是看戲,有時候是聽歌 然後呢也有一部分的時間呢,是要看台上的舞蹈表演跟調度 講到Dance Number呢,我真的不得不邀請我們今天這位特別來賓 因為他不只是歌唱得好,其實很多我們的資深的音樂劇迷也都知道 他的舞跳的簡直是響叮噹 然後大家我們一起邊跳舞邊來,歡迎我們的音樂劇小天王江一瑞 大家好,我是這個40歲之後的開始瘋狂跳舞的音樂劇演員 那我們知道,作為一個音樂劇演員,事實上歌舞劇三者其實都要兼備的 我想說請音樂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特別經典值得跟大家推薦的這個Dance Number 其實就我個人的關係的經驗,就是我印象最深刻 最深刻就是在紐約看這個42nd Street 那這部戲我看了十幾便有了,對好開心喔 那那部戲就是一個踢他舞劇嘛 那他最有名的一首歌我想應該就是42nd Street 公明的這個Dance Number 那踢他舞劇當然不用不用多講那個像瀑布般的這樣 從上面一直跳下來跳下來,然後那個所有的階梯都會亮起燈的話 就是Mai也看過對不對,在戲劇看 就是看踢他舞就有一種被服務的一種滿足的 聽拳上會有一種被吸地的感覺 我覺得最近很流行那個爐內高潮應該是從那個踢他舞開始 所以我覺得42nd Street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也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個Dance Number 那Mai呢我想請你從Music Director的角度看就是 你有沒有參與過或者是說看過什麼樣子的戲 那裡面的Dance Number會特別讓你印象深刻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An America in Paris的An America in Paris 因為他就是很大場景的芭蕾 然後一幅一幅畫一幅一幅畫的這樣子在跟著整個故事進行 Shall we dance or keep on moping Shall we dance and also run You better dance with a lady dance with a lady dance with a man Dance whenever we come 那另外一個Dance Number是從Oklahoma裡面出來的 是Dream Ballet 這兩個都是我覺得很美的Dance Number 因為他們裡面都有很漂亮的芭蕾 這兩個例子都其實很明顯的 他們是用舞蹈來說故事 或是單純跳舞 那像國內我們之前做的音樂劇MRT 在講捷運上的故事 其中有一段墨班車也是類似這種做法 他是兩個老先生老太太已經失憶了 所以他們在舞蹈中 綁足回到了以前過去的節目 那這樣的一個Dream 2我們俗稱 就是夢幻芭蕾的手法 在音樂劇是非常之有趣的 嗯 你沒有將我遺忘 學校的誓言 是永恆 是永恆 回到開門 你將花的一朵 所以大家我們在看到這個Dance Number的時候 真的要注意像剛剛小新說的 有時候跳舞是為了這個展示火力 譬如說所有演員一群人 像Folixing Street 或者說像Anything Goes 一群人一起跳舞 然後給予觀眾極大的視覺跟聽覺上面震撼 但是有時候其實舞蹈真的也會拿來做故事的追蹤 拿來敘事 拿來表達感情 拿來表達各種張力 這也就是音樂劇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有趣非常動人的地方 因為你在看音樂劇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五官五感全部都打開 有時候是視覺的刺激 有時候是聽覺的刺激 甚至有時候是綜合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個就真的是為什麼 像我們這樣子的音樂劇專業工作者也好 從日愛好分子也好 一直願意持續地製作演出乃至於欣賞 讓我們的人生都充滿音樂劇的原因 下一次走在街上 如果看到有人突然唱起歌 突然跳起舞 千萬不要覺得奇怪 因為他可能覺得 你是不是會這樣 我有時候會 我們可能都會這樣 切入音樂劇裡面 那時候我們是在演 Dance Number 我們在想像自己在Dance Number 對 在排練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可能是在Dance Number 請大家給予我們掌聲 好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下一次再跟大家介紹更多有趣的概念 掰掰 掰掰